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想分享一下更换热电藕 那么什么是热电藕 那么热电藕也就是热传感器 我们凡是用煤气来获得热量 比如说锅炉煤气烘干机暖气 他们呢都是要有这样一个控制器 这个呢用来点燃煤气和控制温度 这个装置坏了 那么我们就不能获得足够的温度 甚至不可以点燃煤气而获得温度 现在今天呢有report说这个锅炉不点火了 也是没有热水 我们检查个里边是干净的 气也是没有问题 那么很大的原因呢 就是我们的热电藕不点火了 或者是温度调节不对了 不行了 所以我们要更换热电藕 也就是热点火器 或者叫热传感器 那么热电藕很便宜 十一二块钱 我们就可以在商店里买到 那么买到以后呢 我们实际上这个装置呢 很简单 就是一个cable 两头呢 一边是连接到这个控制器上 另一端呢 是collect的这个热量的情况 来点火 这个传感器呢 很容易安装 但是如果你要请专家 请这个professional人 来安装的话 大概将有三百到五百之间 我们开始fix这个锅炉之前呢 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把这个煤气管道要关掉 我们先把它这样关掉的 关掉以后呢 然后大概十分钟以后 然后我们make sure这个东西呢 没有热 没有这个 没有盖死了 没有盖死了 关掉十分钟以后呢 它没有盖死了以后 它呢把它turn到这个 就是in一下以后 我们把它turn到off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off的position OK 我们关好了 关好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把这个地方呢 也把它关到最低的地方 好了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管道卸下来 然后我们再打开 这个燃烧器的小窗户 然后我们把这个管道和连结 全部拆下来 那么这个小门呢 很容易拆 就是把这个管道螺丝拧下以后 然后就可以松动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从里边掏出来了 那么这个传感器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装置 把它拆下来 很容易 那么我们所做的就是把这螺丝拧下来 然后把它抽走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就开始拧螺丝 把这个螺丝松动了以后 然后它就中间有一个小圆孔 然后我们把这个传感器 从这个小圆孔里边把它抽出来 就可以了 很容易 我们拆卸热垫 主要是先把这个螺丝拧松了以后 然后我们把一点点的把它拆除 我们开始安装这样一个热垫藕 也就是两尺的这种热垫藕 我们拆开它 拆开它以后 然后我们再把它 我们先比较一下和原来的拆下来的 一部是不是一样 然后我们再把它捋直了以后 从那个原来的位置里边 穿进去 我们就会安装好了 我们继续把它从那个缝隙里边 从那个眼里边把它穿进去 穿进去以后 然后它里边有个小的clipper 也就是小的掐子 这样就可以把它掐住 插住以后我们就可以固定好了 固定好以后呢 我们再开始上螺丝 上完螺丝以后 然后我们它就好了 那么现在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换了installed installed这个地方来 我们installed好了 然后穿过这个 中间的这个 穿过这个 然后我们穿过来 就ok了 现在我们这个 就一切按好了 按好了以后 按好了 我们就把它再 放进去 放进去 就ok了 可以看到 我们把这个里边 我们把这个里边 我们下一步就是 这个安全调试的过程 第一步呢 我们要用这种 就是吹泡 我们来test是不是有漏气的现象 那么我们这个就是一个肥皂液 然后这种肥皂液呢 它把它这个连接处 我们放一些 然后如果要有 leak的话 如果要有漏气的话 它就会有气泡 吹出来 那么这个都可以在商店里买到 叫 那么最后一步呢 我们就是要点火 然后 看到火燃烧怎样 然后整个的这个 安装过程就结束 那么我们再 我们还要检查有没有漏气的现象 就用那个肥皂液来检查有没有漏气 每个关键点都make sure没有漏气的现象 这是安全体验 我们观察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底下的盖关上 然后结束 好了 谢谢观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的连接键 订阅 转发 点赞和收藏 谢谢大家 吃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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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atures 吃着